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的預言 香港有大事 有預言 究竟的預言是什麼 另外也會說 出現了一些 飛機嚴重事故 挺誇張 另外日本也出現了 斬人事件 真的很嚴重 日本在做什麼呢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現在的世界新聞好像很誇張 因為尤其是北韓 朝鮮半島的局勢 都繼續相當緊張 通氣波波音波炮之後 看到金正恩的妹妹 金與正 現在就哭話 究竟哭什麼話出來呢 根據北韓官媒 朝中社隱述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的妹 勞動黨中央委員 會副部長金與正 警告南韓 他說你夠僵 繼續在我們的邊界 玩這個 玩喇叭音波炮的話 北韓會有最新的回應 形容局勢是非常之危險的 金與正就說 北韓上個禮拜 用了1400個波波 向南韓發送 大概7.5噸的廢子 這些是垃圾的 丟垃圾過去 跟政治宣傳無關 北韓的反擊 原本想要結束 但是情況出現了變化 因為南韓在邊境 進行喇叭音波挑釁 是非常之危險的前走 警告如果南韓繼續玩這些 陰波炮繼續散播這些反北韓宣傳單張 將會面臨日常生活當中 必須不斷執垃圾的痛苦 嘩 這樣就真是慘了 真是可憐了 好過放飛彈 北韓現在金與正就警告南韓 立即停止一切可能導致最一步對抗的行為 並且自我反省 嘩 真是很厲害 金與正 嚇死了 真是 你要我撿垃圾 要不然就要你撿垃圾 這樣 其實 說到那些北韓波波 殺到南韓總統府 距離八百米 嘩 真是厲害 放到過去了 這種波波不停不停地飛 當地的警方 南韓警方確定了部分波波有關 真的有關 更加交給軍方 軍方真是心臨大鑊 這次和你真是 那麼 根據現在他們 南韓方面 就說第三和第四輪的波波攻擊當中 是靠近 有些波波靠近他們總統府的 嘩 厲害 這樣飄著飄著飄著都飄到過去了 你不要以為波波威力沒有 如果其中真的有一個炸彈的話 那你就真的出事了 南韓 金正恩會不會用這種妖言 甚至劃中 甚至放煙幕的方式 真是運送一些炸彈過去呢 那這個可能會有 因為你看到金正恩的妹妹金與禎 那種說話 隨時是會再加強一下 另外也說開 金仔 將會跟普京見面 這樣的 根據俄羅斯商業日報的消息指出 俄羅斯總統普京 將會訪問朝鮮和越南 最快就會在六月中起程 俄羅斯駐朝鮮大使馬彩哥拉 就向報紙確定了普京訪問北韓之旅將會成行 現在籌備當中 這樣的 之前普京訪問過中國 預計也會訪問北韓 因為覺得你沒理由訪問一個不訪問一個的大細超 預計今次會面 金仔可能會涉及跟普京的交易 甚至乎會不會是一些技術的轉移 這個令到整個朝鮮半島的局勢可能再度緊張起來 都不出奇 也是的 這個都明白的 因為始終看到 現在的局勢都真是非常粒粒亂 然後大家看看 在墨西哥 出現了一間酒吧玻璃欄杆 正在爆 然後又多人墮樓 其實這些呢 有時候我們年輕人也有很多大人說 不要騙上去 一陣子爆了就危險了 在商場周圍 這些玻璃欄杆 想不到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還要多人受傷 這件事件在墨西哥的聖路易斯波托西市 一間叫做Rich的酒吧 因為玻璃欄杆爛了 導致整個十多人 由三樓跌到街 造成至少兩人死亡15箱的陷事 那攝氏的問題 現在相關的單位也都加緊調查 看到畫面就說 無端端大家在這裡喝酒看東西 噓噓噓噓一聲 那些人都掉落地 哇真是嚇死你 大量人掉落地 真是恐怖 由於當時的環境人多勢眾 迫爆玻璃 更加懷疑這間酒吧沒有營業許可證 也沒有最低安全的要求 更加說這間酒吧事發當日 原來爆牆 真是嚴重 這些事件尤其是夜點 夜點一個個落落 真的迫爆玻璃 到時候就出現陷事 另外也說說印度總理莫迪 剛剛才就職 就竟然出現了有人伏擊朝聖者巴士 這些恐怖襲擊事件 這件事件發生在一個具有爭議領土以南的小鎮 叫雷西附近 當時巴士從這個地方去一個印度教廟宇 這個雷西縣的警局局長就跟記者說 武裝噴使伏擊巴士 不理會很醜 亂肥 巴士跌下山谷 導致九名朝聖者死亡 33人受傷 這件事件暫時沒有個人 或者組織承認責任 話說 剛剛 印度總理先叫做就職 整單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對莫迪的示威 那也是不奇怪的 好了 接著跟大家說說日本方面 日本方面出現了一宗很恐怖的隨機殺人事件 這件事件可以大家留意一下日本近期越來越多這些問題 這件事件是日本JR環崩車站 發生一宗晚上的隨機殺人事件補 根據日本放送協會 位於神愛村縣環濱市西區JR環濱車站 發生一宗殺人案件 一個57歲菲律賓籍的女性 就在南行二丁目的路上 遇到一個男人拿著利器 應該刀了 就來回瘋狂插心口 當場躺在地上流血不止 有人見到立即報警 警方到達現場發現到這個女子空暴和其他地方遭到猛烈刺傷 躺在路邊 於是警員把她送到醫院 但不幸離世 為何要殺死她呢 這是一個問號 後來有一個33歲的男子 就跑去派出所自首 於是警方把這個人逮捕 說到這位男子33歲 安騰恆生 來自東京都 她暫時沒有工作 為何會無端端除街殺人呢 警方調查發現到被殺害的菲律賓籍女子根本不認識她 所以懷疑她 會不會是神經質呢 日本多了這些事件出現 尤其是日本多遊客去玩 所以大家可能真的要小心 不用十個八個 只要一個都可以製造到混亂 另外亦都說有飛機失事 在鹿兒島 日本鹿兒島機場 有一部小型飛機 就困在樹上 哇 在浪了樹上面 三個半鐘 那有沒有人受傷呢 話說一部正在進行駕駛訓練的小型飛機 他們想著原本降落鹿兒島機場 竟然偏離了航道 炒了機場附近的森林之後 就放了上面 由於事發三個多鐘 在機上有兩個人 等了三個多鐘才獲救 其中一個人送院治療 一個人沒有受傷 真是幸運 但是呢 話說有一個人 等了太久 出現了輕微中暑 還有脫水 這樣也很嚴重 為什麼呢 又會這樣 不過是學神 學牌 可能這樣出了事也不知道 太早降落 減速之類的事情 真是危險 另外說說 在美國出現了一宗離奇慘劇 究竟這件慘劇幹什麼 說到羽毛球拍斷裂 碎片插爆頭骨 嘩 這樣的事件也有 一個六歲女 陰公豬 就送院搶救 四天之後 證實無效 最後就不治 最終不治 這件事件就是 生殺西州 一位六歲女 叫Lucy 和家人出去玩 就說 在一邊看著兄弟姊妹打魚毛球 竟然一塊球拍斷裂 整個球拍的碎片插爆頭骨 嘩 你想想 整件事 不知道以為是拍劇的死神來了 怎麼會這樣 整個球拍飛插下去 搶救四天之後仍然不幸身亡 真是恐怖 又會這樣 這件事件根據家人的說法 就說球拍向阿輝的時候 就反身斷裂 一塊鋒利的碎片插入了Lucy的頭骨 造成毀滅性的傷害 真是恐怖 為何會弄成這樣 這麼誇張 這些事件真是生成命運 真是命運 你哪能避免 又會想到這樣 難道是暗殺嗎 自己家人 真的 另外也說一件飛機事故 在奧地利航空公司 讓你看到飛機這樣 嚇死你 你還夠不夠膽坐 有人說不是吧 搞成這樣 對呀 最近也多 不知道是不是出外多 還是什麼事 極端天氣 話說奧地利航空 有一部飛機 由西班牙飛到奧地利 首都維也納 飛行途中遇到極端天氣 冰雹 飛機頭 臂位是嚴重損毀 整個飛機頭都爛了 而駕駛艙 飛機師坐的位置 玻璃也裂了 而機長發出Mayday訊號 當然是Mayday 誰都看不到 不方是Mayday 整個飛機頭都爛了 你說不恐怖 真是假的 簡直是沒有鼻子 幸好 飛機最後安全降落 維也納機場 沒有人受傷 也挺誇張 飛飛也遇到冰雹 因為現在 你也知道是冰雹 之前說到 玻璃那麼大 踏下去不是開玩笑的 很多人在飛機上嚇到尖叫 基本上 政府機師的位置 前面的玻璃 看不到 你開車 整塊擋風玻璃都裂了 你根本看不到前路 你的飛機又不可以停 在空中 幸好 幸好沒有事 如果不是都很恐怖 這件事就會成為一個大災難 好了 說完這些之後 亦都說了一些預言 預言香港將會有大災 不能比 不是吧 有位日本驚人預言家 就這樣說 當然 近期 剛才這樣說過 一些關於天災 世紀級冰箔 搞到全球 現在都議論紛紛 尤其是 洪水 大雨 酷熱 細菌 種種的東西 偶爾離地震 火山爆發 繼續 不停困擾人類 究竟 現在地球怎麼了 是否有些預言 可以令到我們未預先知 其實 在日本有位 被譽為神級預言家 他曾經夢見到 311地震 說到311將會發生 說到2011年3月有大災 被視為 2011年3月11日 311地震的預言 他更加成功夢到 2020年新冠疫情 等等這些事件 這位日本預言家靠發夢 都可以發夢到這麼多 他發夢到一些什麼 關於香港事 其實都很嚴重 說到香港也不能避 話說他發現了自己 發夢飄浮在空中 看到日本和菲律賓之間出現了巨型的火山爆發 更加導致海底的斷層熔岩湧出 海浪超過百米 哇 滔天巨浪 簡直好像末日之後 明日之後 非常之恐怖 由於他夢到一些人穿著短袖衣服 所以他覺得應該是夏天的 好了 然後他事隔差不多10年之後再夢到同一個情境 他今次看到劇烈地震 牽起40米海浪 擁去全球多於陸地 大海嘯之後 更加有一片陸地由海底升起 哇 真是認真誇張 說到日本、菲律賓、香港等等都連在一起 哇 而說到這個事發的日期 他就說是25年7月5日 早上午5點 哇 那都 挺誇張 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呢 那當然 即是 不能行免 連香港都是 那如果你說天災的 那當然沒有啦 沒有辦法啦 正如印度神童 之前這麼說 大家這個地球 充滿很多業力 製造了很多問題出來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解決 不是的 你不要以為沒有 其實是有的 做多些好事 不要經常想 做間飯科的事 是不是 世界各地都是啦 大有大想 小有小想 大家懷著好心 其實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就會和平 少些問題 少些破壞 其實也是 關於戰爭事的 尤其是近期 這個以色列方面 都是打到砰砰聲的 都挺誇張的 都挺厲害的 講到以色列方面 他們會再受到六枚飛彈襲擊 你看到這些情況 可以想到 其實以色列方面 他們怎麼會停手 一定是不會停手 繼續加大力去轟炸 真的不是開玩笑 也都可以 說到 剛剛那次 拯救人質行動 導致270人死 美國承認 以軍行動 導致無辜者 喪生 這樣說 美國你都要出來 出聲 你怎麼會沒得不出聲 傻 這些東西 你竟然想著 置身於道外 你又運工具過去 當然 看看美國方面的講法 講什麼 見到美國 這個白宮發言人 就著這件事 令人心碎 無辜者 慘遭殺害令人心碎 見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呼籲透過外交方式 解決紛爭 認為 沒有必要採取軍事行動 將人質救出來 又這樣說 美國 反過來 你也是用這種情況 用這種手段 我覺得 其實每個國與國之間 都有 他們的想法 其他人就說 不要打 但如果 反過來 他們是受害的國家 一定都會打 所以 其實很難說 你說這些世界 的戰爭 的分身 很多人士 你打算涉及下去 但其實都很難去搞得好 尤其是美國 美國 你打算 在那 叫做叉把口 其實分分鐘 就更加引起大家人的 憤怒 不滿 好了 講到說 不滿 美國駐適尼大使館 門口也被人破壞 塗鴉 當然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士 這個都猜到 在美國駐澳洲 美國駐澳洲 適尼大使館 領事館門口 被一些蒙面人士破壞 和塗鴉 懷疑和波勒斯坦的示威有關 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 譴責事件 聯邦警察和新南威爾市警方 正在調查事件 暫時沒有人被捕 他們的澳洲總理強調 國方應該用尊重的態度 進行政治的辯論和討論 做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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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行 所以你說美國也會成為一個 叫做戰靶 因為在這個層面上 支持 大屠殺 很多人一定是反他 另外說 歐洲局勢 現在除了戰爭之外 政壇上也出現了巨變 因為歐洲議會選舉日結束 法國執政黨大敗 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解散國民議會 舉行議會選舉 馬克龍說 議會選舉的結果對他來說是一個災難 對捍衛歐洲的政黨不是一個好結果 民族主義的崛起對法國是一個災難 他不能夠扮到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所以就決定解散國民議會 將會在6月底到7月7 舉行新議會選舉 根據那些調查顯示 極右的國民民主聯盟 在歐洲議會當中取得最多 大概32%的選票 比上屆大幅上升 馬克龍所屬的復興黨慘敗 只有15% 他們的極右領袖 馬林勒旁說 這個結果是極具有意義的 其實世界 這樣說 我不要只是單一個地方 很多都已經是巨變 其實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大家習慣了環境一段時間 有很多種種的因素在 例如新一代對現有的狀況不滿 因為極小撮人去壟斷了大量資源 財產 權利等等 另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不同的形式主義抬頭 例如愛與和平 有些所謂的大愛 但有些人覺得不是 現在世界的對立層面更加厲害 擺放中間的那些 佔少數 不是A是B 所以出現的劇變 是會有的 全世界都是 即是你可能說 現在在走以前那一套 是很溫民以禮的那一套 但是不行了 現在經濟不好 周圍都已經 我們應該強硬一點 你想想 連瑞士這個中立國都改變了 立場 對於軍事的情況 他都開始 都有一種蠢蠢欲動的味道 所以其實這個世界很多東西 都已經在變 不能夠再拿回 舊時那一套再去看 當然 你說拿來借鏡 有的可以的 但是 很多東西要重新再去審視一下 再不是舊時那一套 另外也都說 維多利亞農場爆發禽流感 現在澳洲 嚴重了 因為他們爆發禽流感的問題都很嚴重 所以澳洲的超市巨頭 就宣佈限彈令 現在大家就要小心 澳洲蛋不能吃 隨著他們那邊有第五個農場 確診爆發禽流感 檢測到高致病的H7N3 這個禽流感病毒株 當局為了阻止擴散 消滅了五十萬隻雞 都很嚴重 都很嚴重 現在禽流感是弱 那會不會是 叫做下坡敬夜呢 到時候可能再要看看 另外說一下 泰國方面 泰國呢 打算再收下人頭稅 現在不行了 不好意思 胎死腹中 當然了 競爭的 你現在人多 其實 你說泰國當然 夜生活 多夜玩 特別便宜 又普普通通 但是他裡面也有很多問題 例如交通 空氣等等 這些都是有待他改善 但是可能真的始終 他能夠吸引到人去玩的 始終是比較多元化 夜生活酒吧 夜市 大量的夜市 還有很不同的食肆 按摩場所 娛樂場所等等 這個也是 導致多遊客去 但是說 泰國政府想著 原先對入境泰國的旅客 收取每張機票 大概64元的入境費 看到泰國總理蔡塔表示 由於受到私人部門的反對 新政府 不會考慮這個政策 那倒是 現在 以為自己考慮嗎 隨時 越收越貴的時候 每個人都去日本玩 日本實在是太便宜了 相比起 泰國 其實不是特別便宜 當然 有辣有不辣的 你玩的也不一樣 但是 始終比下去 加上又熱 泰國 真的難受 所以 希望 他們寧願 很多當地人覺得 如果 收信 或者不收 那些 那些旅客 更加願意 花多些錢 在買東西和其他活動 去刺激當地經濟 計算長遠條數 可以為政府增加多些收入 那就是 他早前延長了 這個 留在泰國的簽證時期 多了人去玩 那你就 一定 收入多些 那這件事 也是一件好事 最後 也說了 美國海上保安公司 指出 有兩艘商船 在 也門阿丁省的對出海域 遇襲起火 美國中央司令部也證實 也門本軍青年運動 過去24小時 向阿丁灣發射 導彈擊中了兩艘商船 沒有人受傷 不過 畢竟美軍在那裡防守 為什麼這麼容易被人襲擊得到呢 這樣 沒有人怕 那些飛彈厲害 所以 不能夠看小 他也有些了道 不過 當然 對於美軍也好 那些海武艦也好 始終都是小毛見大毛的 這件事 那這個是真的 好了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